尋找天使英雄 有一個有歡笑的未來不是奢侈 勇敢去面對一切 堅持到底 不要放棄 很像 很像 對 又香滑又嫩 好好吃 不對 麗婷姐姐 你不是和我講過 做這個太的人一定不在了 為什麼我們還可以吃到的 是這樣 麗婷姐姐特別拜託這個蛋挞王的太太 準備給我們 因為想要嘗一嘗它本來的味道 所以她太太就模仿丈夫生前的廚藝 做了這些蛋挞給我們 不過我相信對於時刻或者太太本身來講 這蛋挞王的蛋挞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味道了 這是不是因為做不出那個人做的味道了 可能是也未必是吧 這花叫九點花 因為我每次生病都會吐到天亮 很辛苦地熬到天亮了之後 我就出來看到花開到很美 我感覺到那些花好像在對著我笑 好像我又熬過去這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看到花開 35歲的梁立雲一出生 家人就發現她患有一種怪病 而這種怪病 註定讓她和特定的交通工具無緣 睡幾兩歲 帶她坐車 原來她是不能坐車 是會吐的 而且她吐不是說一吐就好 要吐很多擺才會停 走路之後才知道她的兒子水不平衡 還有她的腦神經性敏感 醫生說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種罕見症狀 醫學名稱叫做前庭系統發展不良症 內耳的前庭是控制人體平衡的感覺器官 因為系統間不協調 就會引起昏炫 噁心 同時造成眼震 步履不穩等現象 每次吐起來就會吐到很長的時間 吐到天亮 吐到就是胃還有肋臟全部都會痛 然後我吐的時候我又全身都不能動 我連講話也不能 所以我是沒有坐車 她唯一能夠用來代步的就只有這個 因為我不能坐車 所以我去哪裡我都是踏腳車 所以我也是很享受踏腳車的感覺 中學時期 家人從吉隆坡搬遷到雪州巴生 只因為那所即將建好的中學 就在她家隔壁而已 搬到這裡 然後書館再整 就整了三年才可以再徵學 但是已經超年了 她就沒有讀了 然後就停了 麗雲在她中學預備班那一年 認識了比自己小三歲的丈夫 不久之後她就錯學了 但是兩個人的緣分沒有因此而結束 反而是在後來的一場社團活動中 重逢 然後從友情慢慢發展成愛情 2006年她們結婚了 只是一開始 雙方的家長都不太認同 墜妝婚事 原因是 麗雲本身就患有先天性的神經過敏症 而丈夫也有先天的心臟病 只是命運呢 其實似乎已經早就有了定數 上天最後還是把兩人撮合在一起 又要求婚禮 她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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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不不得了 又不得了 她們不得了 李雲姐姐 我這個力度可以嗎 還可以 你在家多一點粉 會比她更小 李雲 我相信這個工作室 是你跟你先生 一手一腳打拼出來的 对 搬进来这边 开头是做面包间的 之后才转去做蛋挞的时候 才把这间房间拿去改成做蛋挞 因为做它独家的味道嘛 对不对 所以才会这么受欢迎 不过他离开之后呢 你还用这个房间吗 来做其他的蛋糕吗 很难过的时候不敢进来 他进来的时候会想到他 在那边搅拌在这边工作的样子 是吗 2013年9月2号这一天 是丽云的丈夫郑景聪28岁生日 景聪是个很努力工作 顾家的好男人 在他生前 他的招牌蛋挞王 已经在巴生地区卖得颇有名气 这边是我老公以前摆档的其中一个摆档地点 以前他都是做现红现卖的 从蛋皮到蛋浆 包括调配成分 都是景聪不断研制 不断改良的成果 那是他这样多年里面 他一直不停地研究研究 然后他的要求又很高 我看是看了 可是我做的时候 还是做不到他的功夫出来 丽云和景聪育有两名儿子 10岁的郑凯泽 以及9岁的凯琴 小凯琴是个过动儿 患有癫痫症 以及有学习方面的障碍 因为我不能坐车 所以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 和我生孩子的时候 都是他脚车载我去到那边 就是肚子一痛就快点 就是快快就快快就载我过去 2013年11月 景聪检验出心脏异常肿大 吉隆坡中央医院转接他到国家心脏中心留院检查 检查结果是景聪必须马上开刀动手术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答应 他就要求医生就不要这样快动手术 因为他讲他要养家 他口停手就停 结果就这样子手术就拖了整一年才动 2015年8月 景聪终于动了手术 在深切治疗病房观察了接近一个月 转到普通病房的那天 他迫不及待请人帮他录影 给不能出门的丽云以及家人报个平安 一个月后他出院回家 一到家就抱着丽云拍下这张照片 他对丽云说这是满月照 因为自从动了手术之后 夫妻俩整整一个月没见面了 怀疑 住手 杀了 我们在场上玩 如果输的人就要被打 爸爸一直说我们玩得很开心 只不过手术效果不理想 他动了手术之后 他就不能再在我了 因为我的牙齿要补牙 那时候他也是很喘 可是他也是陪我走去法神那边 每周一段路都会有咖啡店的 所以每周一段路我们都会坐下来 休息 他会喝水 吃东西 然后他OK了之后我们就再走 他走到八点 我们走到中午十二点才到那边 走了四个小时 第一次手术后 景聪需要休养的时间很长 烘焙事业几乎完全停顿 而丽云家时常飘出的蛋香味 在那段养病日子渐渐淡了下来 这个小小的蛋挞 原来背后有着这么一段故事 怪不得丽亭姐姐说 这个蛋挞已经吃不回之前的味道了 可是 真的吃不回之前的味道吗 是吗 尽着天使引 segu 不要放弃 你们以前有没有跟爸爸一起玩百万富翁吗 有 因为我每次都输 所以我只唱歌比赛 这样你们想念不想念爸爸 想念 虽然你爸爸走了 可是他做之前给你们很多很好的回忆 他教会你们做好事 在动手术之前 景聪总是爱带着两个孩子到老人院 把烘制好的蛋挞 蛋糕和面包 亲手送给老人家吃 有些时候景聪也会参与慈善义脉活动 帮助残障中心的朋友们 做团人来到八神美门中心 来这个给成员们享用 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认识了他 这两张是他要进去动手术的前一天 那时候他就做那个 去给一个慈善义卖的 那一天晚上他就很喘的 可是他还是爬下床 就是下去楼下做这一次的 他就跟我讲最后一轮 我就跟他拍一下照起来 那时候他笑得很开心 大功到城 还没有 还要看火候 因为我知道这蛋挞丽云 应该是不太容易的 那个火候的控制 对 每一台烤炉它的温度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你以前没跟你老公 先学一下怎么 每一台要怎么控制多久 对 就是很后悔那时候 没有学到 没有学到怎样去考 是 那时候你一定是没有想到 就是他会这么快就离开 因为做心脏 那个心扮手术的很常见 对不对 对 那时候他在医院里面 也是看到很多病人换心 换那个心扮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是没有想过会走 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他还去那边剪头发 还去那个理发店那边跟那个人讲 其实他提起他小时候已经有这个状况了 之前也是有几次的手术 不过都OK的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讲这次也是还会再回来的 头一次来我店也是最后一次来我店 去年9月27号 大儿子亲自把爸爸送出家门 那天是紧冲到国家心脏中心 进行第二次手术 也就是换心办的手术 只不过手术之后 他陷入了婚 我听到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就决定要去医院那边看他 去那边照顾他 因为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他说过 他看到其他的病人都有家人陪着 可是他没有 他说他没有怪我不能去 可是他会很想要有人陪着他 我在这边出之前就先去药房那边 先打一只子兔针 然后去到IJN那边 我也是兔子去那边 去到那边我完全都不能走了 家人就拿着那个轮椅 推我去ICU看他 在医院那几天 丽云多么希望景聪可以睁开眼睛 望望他 我去摸他的手 摸他讲 我跟他讲 我来了 你一直想要我来 现在我来了 你起来 你要好起来 我跟他讲 我讲辛苦来到医院 我是要你康复 他讲是载我回去 我不是来打包你回去 你不要这样子对我 你不要对我这样残忍 尽从手术后的情况一直很不好 偶尔有张开眼睛 但是神智一直不清醒 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对家人来说是种煎熬 小儿子还特地录制了一个短片 希望唤醒沉睡的父亲 快点起来 爸爸 起来 大声一点 爸爸 起来 快点起来 不要再睡了 加油 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那边辅导员跟我讲 他的心脏已经停顿过四次 那个管抽出来的 他都有血了 我跟他讲 生命不是我们长官 如果主是要带你走的话 你跟他走 我不会怪你 我会好好地跟你照顾两个孩子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这张照片是那时候 就是他最后一天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网友 他来医院看访我们 那时候 我们时间到了 进去看他的时候 我就叫他帮我拍了这张照片 也是唯一一张在IC里面 在最后跟他拍的照片 最后跟他拍的照片 你生出来 生出来到2016年 你已经32岁又走了 我们还小 你又走了 等一下妈咪又跟着走 这就是丽云姐姐说的九点花 对啊 因为这种花通常是在早上九点多开花嘛 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了 就珍贵的回忆 对啊 对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曾经一个很爱过你的人 这样为你付出 不应该因为难过而将他淡忘 这位是国家心脏中心的辅导员 在丽云丈夫接受治疗期间 可以说是家属最大的支持力量 他算是其中一个还蛮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病人 就是他已经很尽力去面对自己本身的状况了 有一阵子是有跟他谈过说 如果说万一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要别人记得你什么东西 他也是希望说他的家人可以去平平安安 那个快快乐乐的 那个努力地活下去 很多美好的回忆 丽云都记在心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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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说 通过你的丈夫和你的丈夫的回忆 你们的过去可以让你的生活一步一步变得更好 这一次我想要找一个人可以帮我老公写这个回忆录 让我可以永远记住他的好 他丰盛的一生 除了撰写回忆录之外 丽云也交托一项任务给寻找天使 我希望寻找天使可以帮我找到一个人 可以帮我找回我老公做蛋挞的味道 带着两个孩子更加努力地走出他那一盘 甚至说他一直还梦想着完成他丈夫的信念 我希望我相信他应该可以的 以他的性格 他的胆态里面充满了他的爱心 希望他老婆也可以加油 然后把这一份爱也传给所有人 然后让他的老公也看得到他想要的成就 丽云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加油 丽云你可以的等你的弹塔出来 去找天使天使 愿一个有灵魂 佳琪 我们总共有两个任务对吧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就是找到一个文笔很好的人 可以帮忙写回忆录 然后出书 这个不难 不是任务不可能 那么第二个任务呢 找回蛋挞王的味道 这个就比较有难度了 因为要找过那些吃过蛋挞王的人 可能才能帮到我们 请根据萤幕上的联络方式联络我们 接下来的七天里 丽云的心愿能够达成吗 希望看节目的你们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拜托拜托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好久了 松阳的心愿不是奢侈 真的爱不熄灭不停止 寻找天使 要一个有欢笑的 未来不是奢侈 勇敢去面对一切 坚持到底 不要放弃